他可能不是全日本最漂亮的外卖小妹 却是遇到死亡现场最多的那个 送货上门时就看到从天而降 冲他微笑的跳楼轻声者 血溅满脸后 他刚交的男朋友又突然翻出荔枝眼 死于家中 自觉死神逼近 他警告家人不要外出 却亲眼目睹父亲被40米的硬物戳成肉串 而这一切的悲剧竟源于一份能够预演死亡的报纸 日本最新热门怪谈剧集恐怖新闻 够胆的各位 别害怕呀 躲是躲不掉的 不如听听侠叔接下来的故事哦 话说这一日 搬入马家屯公寓的有志子 在整理杂物时 翻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 粗糙的油墨勾勒出一团黑影 像结了挣扎呐喊的死魂灵 因有恐怖新闻的标题旁 还散布着日期 以及瓦斯爆炸的字样 什么鬼 恶作剧 忙碌的有志子 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到了夜里 沉沉睡去 然而午夜十二点一过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传来了令人胆寒的敲门声 被巢型的有志子 此时心生恐惧 他大喊着报警 在低头就看到一坨纸团 从送报口强行塞了进来 望着比一腾润二漫画还要慎人的素描 有志子鼓足勇气 推一门而出 和空荡荡的走廊 除了他的喘息声 什么都没有 一夜惊魂后 有志子换上制服 准备工作 前辈伟太郎是个阳光小帅哥 他告诉有志子 饱了吗 是全日本最大的餐饮外卖平台 加油 有了这份鼓励 女孩重新露出了微笑 可开心不过三秒 当他露遇惶恐的围观吃瓜群众 再抬头望去 就看到活体高空坠物 从他眼前划过 擦干满脸的脑浆和鲜血 神情恍惚的有志子 想起了那份恐怖小报 伤亡搜索新闻后 有志子惊呆了 马家屯今日 真的有瓦斯爆炸事件 造成四人灭门惨案 和最早的那张图案 完全吻合 追王漫画和跳楼女生 呼吸魂灵和爆炸事件 这两起偶发事件串联在一起 让他想起了那首恐怖民谣 难道这真的是 画画的baby的诅咒吗 想到这里 有志子走到阳台 本打算透口气的他 扭头望去 顿时又一哆嗦 隔壁邻居没一家的儿子 长得就像个骑行种 一边说着听不懂的话 一边和他打着招呼 这之后 警察飙哥找上门来 说是要对坠亡案件进行询问 还要求有志子辨认一个陌生的中年大叔 每次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他看到闺蜜没穿裙子偷拍的照片后 他恍然大悟 此人耳后有明显的黑斑 就是昨天进过家门的搬家工人 莫非他是杀人犯 越想越后怕的游志子 不敢独居在家 他喊来前辈伟太郎 苦苦啼啼地倒在了男人的怀里 香甜拥吻后 抱歉 让大家失望了 伟太郎并没有得寸进尺 而是守在客厅沙发上 打起了瞌睡 就在这时 催命般的敲门声 暂度响起 游志子试图摇醒伟太郎 哪知他一用力 男人早就露出了荔枝眼 伟太郎死了 几乎吓尿的女孩 胆战心惊地向猫眼望去 就一吞的一声 他从噩梦中醒来了 伟太郎并没有死 游志子松了口气 突然 他又感觉 脚底踩到了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 差点哭出来 恐怖小暴第三次出现 除了万箭穿心的死者 还有三个大字 你爸要死 万万没想到 游志子拿起报纸 向伟太郎求助 男孩却一头卧水 那你 这不是一张白纸吗 什么都没有啊 怪了 这恐怖诅咒 莫非只有志子自己能看到 不 真相原不止这些 当游志子平凡撞鬼的同时 游在老家的母亲 也变得疯癫 大半夜 用圆珠笔 在小本子上 很命画圈圈 像是在施展什么巫术 游志子看到后 询问母亲金姐 但金姐坦然一笑 说是自己独报 看到客药肇事司机 撞死了两位无辜路人 却没有受到 法律制裁的新闻 一时气愤就这样了 聊着聊着 金姐说到丈夫身上 男人曾经是个演员 但女儿出生后 被迫放弃演艺事业 从此 一遇苦闷 游志子也认为 父亲打心底 不喜欢他这个女儿 但金姐表示 强哥是刀子嘴豆腐心 在游志子出生前 他天天去神社烧香 祈祷女儿 能够平安健康的降生 温婷此言 游志子感动之余 突然间头皮发麻 神社 树林 死亡 全都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再不阻止 父亲一定会像 恐怖新闻预言的那样 死于一场意外 就在他冲到神社门口之际 满载着上千根木材的 火车急驰而来 要不是由志子提醒 父亲估计 早就成了 车轮下的一滩肉泥 和死亡擦肩而过 妇女二人 兵释前嫌 有说有笑的 走在回家路上 可惜命运 就是如此无情 听到呼笑声响起 有志子猛然间回头 脚手下脱落的钢管 已经洞穿了父亲的身体 将他变成了 断根疏 送医抢救后 手术士很快传来了 死亡的噩耗 悲痛欲绝的有志子 又哪里知道 他的父亲断根疏 其实也藏着 暗黑的一面 这个男人 当年祈祷的内容 根本不是什么保佑 而是 肚子里的孽种 快点去死啊 千万别耽误我 出人头地的前途 看到这里 霞树想说 恐怖新闻 并不是个单纯 吓人的故事 有志子的身世 金姐的隐秘 黑耳男的身份 以及隔壁 骑行种的话语 都预示着 更加黑暗的情节走向 如果你和我一样 也好奇 如何破解恐怖诅咒 不妨点赞 评论 假关注 我们一起期待这部 热门剧集的 最后揭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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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